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台电10月7号举行了海域风电施工处的接牌仪式 这是台电70年来首次成立开发海上风力的专门施工单位 这次的接牌也象征着继陆域的169支风机之后 正式迈入离岸风力的发展阶段 藉由台湾海峡丰富的风力资源 提升绿电装置容量,达到推广再生能源的目标 10月7号台电海域风电施工处举行了接牌仪式 宣示向海风借电的离岸风力发电技术 正式迈入了实际施工阶段 离岸风力发电是阶段性再生能源开发的主力 即今年5月侧风塔完工开始收集海上数据 台电已经准备好面对挑战 累积技术能力,培养海事工程的新人才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这个单位正式的成立 也就是在台湾第一支打造离岸风力海事工程的专者单位 我们从无到有这个历程上基本上是充满的挑战 因此我们要有很多的功课 还有很多的努力要前进 接牌典礼上嘉宾云集 地方人士共襄盛举 一同见证这个绿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台电离岸风力第一期的计划地点 位于彰化县放院向外海 预计109年6月完工商转 为台湾的绿能发展写下新页 这个一起的离岸风力计划 其实是台电的第一个离岸风力计划 其实也是整个台湾 第一个离岸风力电厂 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特别是政府已经规划了在2025年 2025年还要达到3个Gigawatt的 离岸风力的发电量 将手中的小风机架设在台湾海峡上 象征着台电从陆域走向海洋 准备开发这块蕴藏丰富风力的美丽海域 台电将努力打造台湾海峡风厂 成为绿电的发电中心 用海洋的丰富资源 经营永续的绿色环境 台电公司台中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